近日,广东110个公园和广场于国庆期间开展爱我中华南越百元庆国庆主题游园活动,通过展出多组花卉植物作品及举行花灯展示、举行文艺会员等活动,花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吸引海内外民众打卡。 10月4号,记者来到广州海星沙公园,现场已成为一片花海,花香扑面而来。 这里正在举办第26届广州园林博览会,是此处游园活动的重头戏。 现场设计了8组立体花坛,16组大型景观圆谱,以及100多组花艺作品。 来自香港的袁倩鹏,当天特意到海星沙公园观赏花艺设计。 袁倩鹏称,就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名为跨越的园艺作品,尤其是作品中的钟楼,让他联想到要抓紧时代机遇。 那些作品都很贴近时事,包括绿色经济、AI、人工智能、国庆都很贴近生活的,都很容易产生共鸣和参观者。 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叫跨越的作品,它又有香港的钟楼,香港的赛马,我觉得令我都有几大的感触。 钟楼让我联想到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机遇。 刚刚好,现在大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和一个时代。 那些栏杆就让我想到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困难。 只要我们一起去跨越它,其实很多东西都会迎人而解。 同样是来自香港的高玉叶,则对名为转折的插画作品情有独钟。 以前也参加过广州的画室,认为今年的园艺作品更多更广。 以往呢,我都有参加多计的一个发展。 那今年我对一个作品比较有深刻的,就是一个叫转折的一个作品。 那它以一个竹呢,和一些竹皮,和一些加上一些素花球。 那寓意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转折。 你知道中国现在迈向七十周年, 那都是一个比较外带的复兴之路的。 我觉得这个作品我非常之喜欢。 截至2018年10月, 包括广州、深圳和东莞在内的珠三角酒市, 全部建成国家森林城市。 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雏形已现, 一大批森林、公园、绿地、生态景观带等出现在城市的市区和郊野。 珠三角地区的创孙建设, 为南越百元庆国庆主题游园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场地。 园艺展示、花灯展示、飞翼展示、广场舞、舞诗表演等等。 110个公园和广场,结合各地特色, 开展内容各异丰富多彩的活动, 呈现韵味十足的岭南文化,吸引了众多群众参与。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